我今天开心 开心 我换了清清脱俗的小奶茶 你怎么说话呢你 无所谓 我现在老公叫我人情世故 带我奔跑也有撑腰 还别说 这男人跟车一样 带出去就是有面 不好意思啊 给您带去的时候丢您面了是吧 不过你放心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让我心爱的人 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看你普通这样 谁给你的自信 我自己给我自信 我觉得他说 普通潜似性挺对的呀 不普通那不就成超人了吗 我们中国人十几天建成一所医院 被世界瞩目 可哪有什么超人 就是你嘴里那些普普通的普通人 一百年前车靠右走 人行中央 到今天的5G技术 哪个是想出来的 哪个是说出来的 都是这些普通人普普通分头出来的 看你还很享受 和他在一起的求日子啊 对 经济确实是低层技术 但如果经济跟爱情在对对面的话 我宁愿丰富自己的经济基础 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而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拼命赚钱 你怎么没有这曲乐物呢 如果今天一个女人蹲在马路边吃盒饭 九国男人看到 九国男人都会说心疼 那如果一个男人呢 九国女人都会嫌他穷 你无法理解男人人生当中的低谷 你只想着不劳而获 没有穷苦的陪伴 哪来富贵的一生啊 我只想自己过得好一点 我有什么错啊 对 对 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不会在意你一水落魄的 男人在攒钱买市买房的时候 她会给她很多很多的关心与爱 主宰爱情的从来不是贫富 而是两个人慢慢一起变好的过程啊 对了 有一点你说得挺对的 男人就像车 她可以忍气吞声的负重前行 但前提是 你要为她加油